今天是大冬天国做日式热豆腐的做法 材料放进去就做好的到很简单的料理 味道跟台湾的热豆腐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想吃台式的热豆腐的话去超值店买 今天是低碳版的 所以减肥的时候也难吃 剩下来的汤也可以做卤蛋 做成广东吃也不错 如果你喜欢日本料理的话可以多多看 最近终于可以去日本旅行 你们如果要去旅行的话想去哪里呢? 我想沙漠 就在日本的时候一个季节至少去一次 还在来回要8个小时 沙漠10分钟 剪达燃热时间 但是我个人觉得沙漠比玩游戏好玩 你也可以去看看 超级入味 它看起来很不怎么样 只有这个当主食已经很满意 好吃 下面这个酱姜白饭很棒